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到皇后 我就想起了进行上映的波西米亚《狂想曲》 因为上映仅三天 国内票房就突破了4000万 全球更是累计8.8亿美元 这是box office module有记载以来 票房最高的音乐传记电影 在之后的大众影片人环节中 我们会让嘉宾探讨一下这部电影 敬请期待哦 欢迎回来 我是李飞凡 今日 唐顿庄园大电影曝光先当海报 和之前曝光的首款预告一样 海报延续了唐娇纯无角色路面的传统 只突出了庄园的华贵气质 不得不让人联想 在黑色的背景下 到底隐藏了什么剧情 你不说 我还以为是卖房子的广告呢 唐顿庄园 衣衫傍水 暗金品质 你值得拥有 昆天的新作《好莱坞往事》 曝光首款预告 实力派影星小李子 写手布拉德皮特共同出演 不仅有小手女马格特·罗比 和教父阿尔巴西诺 还有1900 蒂姆罗斯和麦克茅饰演的李小龙 可以说是超豪华阵容了 影片改变自《好莱坞真实事件》 《沙朗塔特·谋杀案》 讲述着小李子饰演的隐形 和皮特饰演的替身演员 在谋杀案发生前后的故事 从预告片来看 配音还不错 符合一贯的昆士风格 我特别注意到 短片的最后 有个小女孩夸赞了小李子的眼睛 说 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表演 小李子听后 激动的流下了眼泪 这段眼泪才是最好的表演 太穿深了 嗨 这就是真酷吧 你如果陪跑22年 听了这话也会哭 哈哈 这么真实的吗 阿凡达2就要来了 詹姆斯卡梅隆称 影片最快会在明年上映 阿凡达自10年前上映以来 一直保持全球票房第一 啊 那美丽的潘多拉星 蓝色皮肤的纳维人 以及奥向在天上的魅影飞龙 都为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之前我们就吐槽过 卡道喜欢跳票 因为他每次都说 马上就要上映 这次他表示 阿凡达所有的续作 都已经确定拍摄 但如果前两部影片票房不佳 可能会砍掉之后的续剂 这句话听起来 怎么有一种暗示观众的感觉呢 哈哈 我也想到一句话 影视情报局后续的片子 都已经确定要继续制作 但如果哄up收藏量 或者点赞硬币不够多的话 也可能砍掉之后的节目 咦 这句话听起来 怎么也有一种暗示观众的感觉呢 哈哈哈哈 但我们有个优势 哦 我们从来不跳票啊 下面是一条二次元的消息 一位剧场版最终章终于来了 预计在明年上映 新闻称啊 配音工作已经开始 熟悉动画制作流程的人都明白 进入配音表示 动画已经到了后期阶段 同时啊 关推还发文晒出了 安野秀明的剧本 封面 来证实消息的真实性 尽管如此啊 网友们还是不太相信 我李飞凡当然也是不信的 只看到封面 感觉还是不放心 说不定 翻开以后 里面是童言上映的真人版 或者新奥特曼 虽然EVAQ被吐头对水 但豆板评分依然高到8分以上 刷页秀明用EVA圈钱也好 贬低他江浪财金也罢 究竟原因 还是他不愿意将就着拍片 想追从内心 做自己真正想要的动画 呃 他可能只是单纯的 逼不出来而已 咳咳 做一部好作品 是需要很长时间打磨的 咱们就耐心等待吧 我懂你 我刚喜欢繁华的剧本 再花6年 稍稍优化一些细节 就可以了 是啊是啊 其他人怎么知道 我们创作者的孔呢 那EVA剧场版 就和繁华一起 在2025年上映吧 我就看看 不说话 近日 苹果发布了 Apple TV Channels 准备整合150多个流媒体平台 向影视领域全面进军 得到斯皮尔伯格等人站台的 Apple TV家 也变得底气十足 据说 要投入大量资金 在影视综艺制作上面 会不会是因为 Netflix发行的罗马 在奥斯卡获奖 斯皮尔伯格这次 想针对一波呢 另一边 Netflix也有了新动作 《西木南雄的灾难》 将制作成新系列动画 聚集《十二公骑士》 《圣斗士》新史也定档到了7月19日 但从《圣斗士》曝光的最新预告上看 我却感觉有一点会童年了 片中出现的飞机 坦克与《圣斗士》们对播 就好像让我串息到了 某超级英雄的片场 更重要的是 我能的美少年阿顺 居然被导演性转了 这样原作粉丝们 直户不能接受 哈 阿顺以前不就是女生吗 小时候看《圣斗士》的时候 我还跟兄弟们说自己安恋过他 呃 兄弟你忧着点 不过没关系 这次就能让你美妄成真 让阿顺成为你的梦中情人 不过啊 这次是《黄道十二公》篇 翻表到冥王神话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哈迪斯用顺的身体复活后 他到底算男的还是女的 哎六三方 如果你是导演怎么处理啊 这还用处理 这难道不是观众 最喜欢乐见的情节吗 欢迎回来 我是李飞凡 下面一个环节是大众影评人 在这个环节里 我们会让嘉宾分成两方 编论一部影片 到底好不好 这个环节的灵感 来自于知名游戏逆转裁判 评讯投票和嘉宾发言 均不代表本节目观点 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 讨论的平台而已 在上场节目中 我都围绕惊喜队长展开了辩论 最后大众影评人 给出的分数是6.3分 同时呢 我们节目组在 沐鱼的微信公众号上 也发现了一个投票 在一起392名网友打分之后 金记队长最终得分是6.5分 可以说是非常接近的 这批大众名人的分数 略告一些 那么问题来了 应该如何参与投票呢 还在什么 赶快打开微信 扫一下吧 本期节目的话题是 波西米亚狂下去 这是一部关于 皇后乐队主唱 弗雷迪的传记电影 而参与变论的嘉宾 分别是 铁面上司苏菲 以及布置议题 柳三峰 大家好 我是没时间 我现在就在 愉快肥骚公司的会议室 苏菲和李三峰 正在准备 抽取各自的立场卡 让我们看一下结果如何 苏菲姐 好久不见呀 最近在忙什么 啊 也没事嘛 主要是得了鼻炎 一直在休息 鼻炎 对啊 上次三天晚上你们节目之后 突然就捞打喷嚏 很莫名其妙 听说苏菲姐以前是搞音乐的 这次辩论的题目 又是和音乐相关 你作为反方 是不是不太好发挥呢 还行吧 这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不提了 其实啊 辩论这种形式 只是为了帮助大家 从更多角度思考这个电影 而不是用来判断电影的好坏 所以我喜欢音乐这件事 并不影响我作为反方 全力采取辩论 李三峰 你对皇后乐队了解吗 不是太熟悉 只是听过几首歌罢了 那你这次抽到了正方 准备怎么办呢 我觉得想要夸这个 获得了思想奥斯卡奖的电影 应该挺容易的吧 哎 任何影片都会有优缺点 这个我一点都不担心 只不过 奥斯卡也不代表 绝对正确不是吗 尤其是近几年的奥斯卡 好的 采访完毕 接下来 正方方将有三天准备时间 在那之后 他们将在现场 一较高下 好的 谢谢梅之间 我们马上开始 本期的话题 波西米亚 狂想区 本期节目 将会出现一序剧透 请大家逐情观看 因为电影还是上映 我们就简单说一下剧情 那么还是请出 沐鱼水星 弗雷迪和三维队友 组成皇后乐队之后 贫折了音乐的满腔热情 逐渐走红 但在名利双手之后 则是一段长久的低谷 先是弗雷迪出柜 感激生活受挫 然后他又受到经纪人的 挑拨离间 和乐队闹起了矛盾 在浑浑噩噩的一段生活后 他感染了S病毒 好在他的前女友 及时点醒了他 让他接受了自己 并做出了生命中 最重要的决定 和乐队一起参加 为非洲难民 因缘筹款的 Live8公益演唱会 成就了乐队史上 最成功 最辉煌的一次 现场表演 好的 谢谢沐鱼 目前这部影片 在豆瓣评了8.7分 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众评试员给的分数 10位大众评试员 给出了8.1分 比豆瓣低0.6 诶 没时间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评分 好像总是别多半递 好像真是 可能大众评试员 都比较严格吧 重申一下规则 大众评试员 一共有前后两轮投票 如果后一轮大众评分 高余地一轮正方胜 反之反方胜 甚至将获得 由梅老板赞助的 《黄后乐队》专辑 败者也将获得 他只穿过一次的 西伯利亚产 弗里迪同款新衣服衣件 好了 双方都已经有立场了 下面开始利润环境 首先从正方 刘三峰开始 《波西米亚狂想曲》 这部电影 给我的震撼还是很大的 在看电影之前 我对《黄后乐队》的了解 其实并不多 片中出现的曲子 也只听过两首 一首是 We are the champions 一首 We will rock you 不过 就算不管这些 单纯看主角的传奇人生 也是非常过瘾的 高度怀疑了 那场LiveA的演唱会 再加上演员精彩的表演 整体观看体验非常好 大众评试员给8.1分 我觉得是低了 完全可以再高一些 然后是反方 苏菲 《波西米亚狂想曲》这部电影 商业成绩虽然不错 但说实话 几乎全靠黄后乐队 和他们的歌在成场面 剧本更是一大灾难 不仅流水上 除了Freddy以外 其他成员戏粉都很少 他们身经的关系 也是刻画得很潦草 很多人都说 最后的LiveA的LiveA狂蓝 这都是不假 但这也正好说明了 前面部分的品用 我觉得各位评试员 还是手下留情了 打分可以再低一点 好的 双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下面开始 自由辩论环境 首先由正方 柳三峰开始 我觉得这部电影的演员 实在太厉害了 不仅外表神似 演技也很好 一点也都不出戏 这还叫外表神似 这次的Freddy 是大气洒脱的感觉 但女人长相是一张娃娃脸 我也不是攻击她长相 但这些电影 是不是应该找一个象征人来演 重要的是神韵 神韵 人家可是得了 这一家男演员奖 奥斯卡评委都认可了 这说明男主一定是有可取之处的 你不是常说最近的奥斯卡 已经不值钱了吗 现在又拿她来别诉 呃 说个其他的 你发现没有 作为一部音乐题上的电影 影片配乐非常讲究 歌词总是对应着 人物当下的处见 比如 男主在车站等朋友的时候 背景音乐放的是 Keep Yourself Alive 非常符合当时乐队 急需拖破自我的现状 皇后乐队的歌确实不错 不过电影并不是MV 要以音乐为主 比起音乐 电影在叙事 人物科幻 情感渲染这些方面的处理 才是更重要的 既然说到情感渲染 那就不得不提 最后那段Live A的演出了 能在大荧幕上重温经典 感受身临其境的震撼 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体验 那一段虽然震撼人心 只能做出经典的复刻和重现 与其用它来说电影拍得好 不如说是 当年皇后乐队的演出 实在精彩 好 那我们来说说 影片的商业成绩吧 电影投资只有5200万美元 但全球票房 已经接近9亿美元了 创下了近几十年来 音乐专辑的电影票房纪录 如果电影不好 是不费有这么多人看的 那主要也是因为 皇后乐队和他们的歌太好了 就这样的票房 带口影片品质 倒不了这个数 哎 话不能这么说 乐队粉丝毕竟是少数 像我这样的路人观众 才是主力军 全世界有那么多人 通过影片了解了皇后乐队 知道了他们的故事 和摇滚的精神 已经有巨大的社会效益了 这对摇滚 对音乐 都是一件好事 好吧 就算看得很多 票房好 你也不能否认影片的剪辑有问题吧 有些情节剪得太碎了 中间缺了剧情 感觉窜不起来 很影响观感 比如 FRED上妻子出柜的段落 前一秒还是好好的看着电视 下一秒直接要离婚的节奏 中间是不是少了点什么 另外 你录转件就好好录 没有必要那么快速的情况画面 脑袋都看晕了 你说的第一个例子 是因为国内供应版 去掉了一些片段 所以有些怪 而第二个例子 有人脑袋看晕了 我觉得剪得很好啊 伴随背景音乐踩点 从古到铃铛的匹配转场 应有尽有 更重要的是 这种灵力减法具有快节奏 很容易让观众 把乐队的四个成员 当成一个整体 从而展现他们之间的默契 另外 虽说奥斯卡评委的标准 漂浮不定 但毕竟是最佳剪辑 大问题应该是没有的 剪辑得考虑观众的体验 电影是大众的媒体 不是用来宣记的 其实 投晕这也是我亲身经历的 当时我身边就有个人看晕了 而影院版本 确实没把故事讲清楚 这你不能否认 我们平时认为打分 也算是国内公益版本来的 好的 时间差不多了 双方已经交流了部分意见 我们来看看 大众评计员有什么看法吧 嗯 我其实觉得柳三峰 确实有一定道理 但我很感谢苏菲 说出了一般观众的体验 其实 我就是那个看着有点晕的人 当时苏菲在我左边 完全没事 却留意到了我的不舒服 电影结束后 他还请我喝了一杯可乐 所以 我支持苏菲姐 首先 我没有听过皇后的歌 但当时我就在苏菲姐的左边 在最后LiveA的那段 苏菲姐一直做操 关注举起的巨大YouTube横幅 又紧紧的握着我的手 激动的不行 手心都出汗了 我的情绪也被带起来了 电影是真的不错 哈哈 好的 看来正反方都有自己的支持者 我再重申一下 嘉宾发言与评讯员打分 均不代表本节目观点 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讨论的平台而已 那么让我们马上开始 下半场自由辩论吧 不惜秒框下去 这部电影的剧本太流水涨了 前面走往官话都说了一下 什么时间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又几首歌带过 省略了很多重要的内容 感觉在看一个不走心的PPT 比如美国巡演那一部分 这就年代带过了 好像完全没有遇到困难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豁起来的 这样做的处理 其实无可厚非啊 专辑电影免不了这种 快速略过世界的操作 不然 电影直接三个小时起步 太长了 而且 和音乐发行人互掐 不就是一个困难的缩影吗 你说的这个已经是成名之后的事情了 退一步讲 就正有挫折描写 那我也只看到了一个 形式风格迥异的怪人 他在音乐上的挫折和付出没有体现 所以影片用了很多精趣 但在电影创作这块用笔却很少 一般业界都认为 生活相关的剧情是比较好拍的 音乐灵感之类的比较难拍 不惜秒跨下去 想拍一个音乐人 却没有在音乐上画更多篇幅 我觉得这算是一种偷懒和取巧吧 这种灵感的东西本来就比较难以具现放 我觉得在农场录制波鸣那部分剧情 已经很能体现乐队的灵性 以及他们对音乐的高要求了 那篇幅还是太少了 这里的情绪完全被他们和音乐发现成争吵冲散了 而且你不觉得 看完电影之后 就记住弗莱迪一个人吗 明明是皇后乐队的传记片 电影却只主动刻画了他一个人 其他乐队成员描写非常少 我不明白导演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要讲出他们的故事的话 影片线索就会非常多 电影会很复杂也会很长 像现在这样 用一个主要人物引出各种事件 是最合适的解决方案 如果是这样 那我觉得电影在解化的同时 也沦为了一个套魔版的产物 找了那种成功失败再成功的老鹿 实在是很可惜 如果真有人这么认为的话 可能是没看懂这部电影的主题 是吗 影片的主题不就是 人要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吗 比如一开始 弗莉迪非常叛逆 又是改名 又是嘲讽父亲的 甚至连自己小时候的经历都可以回避 但他后来想明白了 自己被那么多人爱着 他也应该回应大家的这份关爱 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于是 深幻著名的他 绝点参加Live Aid 为非洲奈民和慈善事业出一份力 成就了伟大的演出 呃 你说的不全对 我倒是觉得 电影想讲一个 学会接受自己的主题 就像你说的 他不愿意提起小时候的经历 不愿意提起自己的种族身份 说明他很自卑 但自卑叛逆也好 不愿承担社会责任也好 这是一个表现形式 他根本上是没有接受自己 比如自己的兴趣向 比如自己是印度波斯人 比如自己有褒牙 片中吉姆有一句台词说 等你决定喜欢自己了 再来找我 也是在说这个问题 后来 前女友语中的一番话 让他翻人形勿 决定成为 生来注定要做的人 终于让他接受了自己的一切 不管是优点 还有自己与生俱来的缺点 他纯性爱上了自己 不再伪装 所以才能面对那些诋毁 为那些爱自己的人唱歌 正如他最后歌里所唱的 我刚刚杀死的一个人 其实就是说自己 但接下来他又唱 人生才刚刚开始 台下的观众被感动了 我也被感动了 好的 眼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让我们进入总结陈词吧 由正方开始 波西米亚狂想曲 这部电影完成度很高 给人的体验非常好 我作为一个路人观众 一方面通过电影 了解了皇后乐队的事情 另一方面 也感受到了摇滚的魅力 摇滚的精神 并不是固定唯一的 每一支乐队 每一首曲子 都有它独特的思想表达 爱于和平也好 对社会的反叛也好 总之 电影让我知道了 摇滚并不是一种 单纯的流行乐形式 摇滚是很严谨的 而且可以表达伟大的思想 这种思想鼓励了 无数在生活中 面临挑战的普通人 让他们拥有了勇气和力量 看完电影后 这种精神也鼓励了我 对方认为电影 依靠皇后乐队的名气 火了一把 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的事 一方面 电影获得了不错的票房 另一方面 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 皇后乐队 正是为了大部分人的观看体验 影片采用了 前显越短的叙事方式 我觉得这并不应该成为 被指责的地方 音乐是很纯粹的东西 电影也一直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我觉得 这部电影的评分应该更高 好的 接下来是反方 苏菲 皇后乐队 是最著名的乐队之一 关于他的传记 应该好好拍子对 影片讲说的事情跨度很广 但在叙事上 太清点点水了 此类的很多乐队 沉迷之前的内容 最重要的是 电影几乎没有刻画 组织在音乐上遇到的挫折 这对于一个音乐传记片来说 无疑是致命的 当然 影片还把乐队里的其他女生 边缘化 只刻画了弗雷迪一个人的生活 难免有些遗憾 皇后乐队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片中弗雷迪也说了 他不是乐队的领导者 只是主唱 他们是一个团队 而影片的个人主义处理 和这个精神不符 另外 历史上的Live Ed 本来就很经典 电影从前这段演出 令到观众感动 并不能证明 就是电影拍得好 反而说明 皇后乐队当年那段的演出 确实完美 我作为一个喜欢音乐的人 听到最后那些熟悉的旋律 确实很感动 但这并不能遮掩 电影本身存在的问题 各位评试员 打分的时候 应该最严格一点 好的 感谢二位 接下来请大众评试员 拿出自己的打分器 并慎重地投出你的评分 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 二舅二舅 你关注了 沐鱼水星的微信公众号吗 你二舅母早就帮我关注了 我们全家最爱看的就是 沐鱼水星 好的 我们来看看评试员的 最终给分吧 最终得分是8.3分 比第一轮高0.2分 恭喜这次的胜利者是 正方柳三丰 他获得了由美老板赞助的 皇后乐队专辑一张 而苏菲也将获得 美老板只穿过一次的 西伯利亚铲 弗里迪同款西衣服一件 苏菲姐 你这次西拜与柳三丰 有什么感想吗 哎呦 风修还是很强的 我这次说的也是西服口服 不过 这奖品是什么臭男人穿过的东西 我可以不要吗 呃 那要不给我吧 看着还挺新的 你要就拿去吧 可惜这次我们赢 我还蛮想要钻起点 啊 啊 苏菲姐 不用担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去 其他地方买给你的 哼 让我想个办法 怎么从柳探峰那边 搞不过来送给苏菲姐 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啊 苏菲姐喜欢的话 我给你就是了 那么以上 就是大众影评人的内容啊 在情报剧的最后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 近期会上一个 海事圣楼 西班牙导演奥利奥尔保罗 知道的最新作品 讲述了电磁风暴 连接了两个时空 人物命运互相交错的故事 不同于前作 看不见的客人中 缓慢的铺垫线索 影片采用的是 惊险自己的 现实营救式结构 其中 蝴蝶效应 平行时空等 软科幻元素的加入 使原本就复杂诡局的故事 更加烧闹 如果对悬一片感兴趣的话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小飞象 由指导过 爱丽丝梦游仙境的 蒂姆波顿担任导演 科林法瑞尔 伊娃格丽嫩隐性 脸眉出演 讲述了因为一双大耳朵 而遭人嘲笑的 小飞象登波 在众人的帮助下 逆风翱响的 温暖童话故事 但影片在烂饭前 新鲜度51% Metacritic综合评分53 很多人都说 它剧本处理上不够成熟 人物塑造一般 当然 世界特效保持了 迪士尼的一贯水准 所以啊 到底如何 还是要去影院看看 人间喜剧 艾伦王志 及夏洛特烦恼之后的 再次合作 两人饰演一队 怂福汉妻 讲述了主人公 因为交不起房租 意外成为保家贩的故事 对于商业大佬 和黑帮老大的轮盘刁难 傻春是否可以应对自如呢 好了 本期的影视情报局就到这里 如果想看到最新的影视资讯 劲爆的影片观点 和有趣的吐槽 那就请持续关注 影视情报局吧 喜欢的话 可以多多点赞 收藏 分享哦 我是你们的朋友 李飞凡 下期再见